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每一年都在思考着 到底要买什么圣诞礼物 那在今年呢 我们非常特别 我今天来到了中国信托 我把唯本存责烧掉 没有啦 就把它换成呢 我们要的礼物 我们购买了日本东京的 一整栋的不动产 那为什么这次会想买 日本的不动产 因为其实最近台湾的房市 真的过热 价格也过高 通常投报率在2%到3%之间 但是呢 转换到日本可以到8% 9%就可以到10% 所以呢 这个倍数就差了非常的多 但是为什么要用现金购买 不要用贷款的方式 并不是日本不能贷款 而是因为日本的利率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直接现金购入的话 第一个 快速有效率之外呢 等于说我们的现金 就可以实质的拿到 这样对我们来说会更有帮助 OK 那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信托呢 这也有原因 我特别喜欢跑中信对不对 并不是我是球迷啊 而是因为呢 当我们家银行的存款到达一定的所谓之后呢 你可能会有个VIP的身份 会有一些等级 像可能每个月会有好几次不用手续费 那就神到解了对不对 那再来呢 你不用跟人家人几人 不需要排队 那像我今天来到的就是我们在台中七夕的市镇分行 它非常的漂亮 后面呢就是百货公司 还有楼下专属停车会 然后这边呢都不会有别人 就你来的话它是专程的为你服务 我觉得呢 这种的感受也是算还蛮不错的 OK 那之后呢 再开箱跟大家做分享 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圣诞假期 我是小布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 嗨大家好我是小布老师 我又回来了 对刚才说拜拜对不对 怎么现在又出现了 因为呢 我现在被关在中国信托VIP的贵宾室 不是关啦 是在等待 那趁这个等待的期间呢 跟大家分享这篇后继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央行呢 有个规定 如果要汇款50万美金以上的金顿到海外 要备注它的用途 而这个备注呢 并不是我用嘴巴讲就可以 或写上去就好 你要提供正式的文件 OK 所以呢 聪明如我 当然是有准备契约书这些文件嘛 不过我们也要反过来想 购买不动产不太一样耶 因为我们前面会付所谓的定金 OK 所以我这次汇款的金额 跟我的契约书 是不是就不符合了 但是央行它却是要 完全一模一样 它要审核过了 才会让我们汇款过去 所以呢 我变成要再找出上市汇款的这个证明 那还要更小心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购买不动产 像我这次也是购买两栋 OK 所以呢 我有一栋是直接全额先过去了 所以呢 这个金额又变得更复杂了 它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大的款项 又不一致 再加上呢 有时候像是仲介费啊 或者是我们请对方的业者 帮忙购买机票啊 或者住宿等等的 甚至家具店 那当然有请他们帮忙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汇备一起省下来 一笔给他嘛 哇 那我们不能拿这个LINE的对话记录说 你看我请他买什么订什么 这个都是不认账的 所以呢 如果有这些杂费的话 记得要另外做处理 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金额才能正确 那为什么小费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跟对方购买不动产 一定有订立一个签约的时间 如果订好了签约时间 而你的钱 却被央行给卡住 汇不过去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造成违约的风险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再切记 好 那祝福呢 未来大家在投资呢 都可以顺利获利更多 好不好 OK 那我是小费老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